在看起来比较美的2018年进出口总值中 值得关注的是 2018年第四季度的外贸数据并不是那么的好看 进出口增速为8.8% 已经较前三季度有所回落 其中按美元计 12月份的进口同比下降7.6% 出口同比下降4.4% 中国海关总署指出 这说明了2019年进出口还面临的外部环境仍然复杂严峻 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仍然比较多 预计2019年的进出口增速会有所放缓 外贸增长速度可能有所放缓 但是我们相信 随着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 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 预计今年我国外贸发展有望稳中提制 应该说中美的很多的冲突 或者说相互不同意见背后 实际上是某种程度就涉及到中国 中美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不同 相互的这种竞争 所以可能在2019年 就是我们的在关注中美的可能冲突 或者怎么样演化这个过程之中 可能我们需要把这个目光放得更宽一点 因为有可能这种摩擦可能会跳出像2018年 更多的在关税 双方相互增加关税 跳出来这个范畴 可能会对更多的在非关税之外 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摩擦 所以从这个逻辑上来讲 我觉得中美我们说这个清单上的很多的这种命题 并不是一个通过短期90天就能够完全谈妥的 外贸摩擦之下 最知能暖的是企业 尽管中美贸易摩擦出现了回暖的迹象 但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 仍然让企业不敢掉以轻心 企业表示在抢出口之后 长远的应对措施是创新改良 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 降低尽量降低我们的成本 然后提高我们的技术含量 就多增加一点 比如说速度上面的提升 价格就不会改变 那客户也会感觉到 我们是很容易跟他们去做生意的 传统的一些设备 我们现在也慢慢继续淘汰 然后开发一些新的产品 智能化的产品 定制化的产品 尽量去满足客户的要求 然后现在这些客户 在我们前期的几年的努力当中 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增长点 产品80%是出口 我们就是很早之前就开始做一些规划 在环保治理 产品结构的调整 这方面做了早做准备 我们的产品就是符合市场需求 在目前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之下 企业都在积极的寻找应对策略 政府也在一轮一轮的进行磋商 而汇率就不可避免的随之震荡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近期大幅上涨 令市场感到意外 那么背后究竟是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话题